两岸外交 军事 经济 内政 你说嘛 坐在谁的手里 他就是一个阳春党主席 他先前新闻是他下乡 下乡他面临到一个难题 就是黑金 台南市政府议长会选 其实是因为同事政国会 所以他帮佑昌同志讲话 那我也帮佑昌评论一下 那我用个媒体的角度 太晚了 佑昌 因为他做得好 但基隆输 民进党执政是败在哪里 他那时候就应该检讨 那时候还没有内阁人士 不然的话 佑昌他最迫切的 当然是要面对警政风际的问题 还有包括民进党黑金的问题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觉得就是说 他这时候po文很显的原因 就是你避重究心 民进党难道只输在 违行企业 中小企业 而且我同意刚刚小平的分工 那你王美花 那他管什么 你的意思说他做得不好 或者蔡英文没有发现这些问题吗 苏貞昌走的是应该的还是怎么样 所以这时候你除非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检查报告 而且在提前出来 大家会觉得你不愧是 这个木僚世代的民进党的一个懂得改革的 你接地气的 你是做过八年的这个金融市市长 你懂出在哪里 可是他在时机点上没有掌握得很好 那你刚刚问到赖清德 很多人很急 就是说他定于一尊 妈我要画个问号 说实在我 我也参加这个政治联想 不一定后面就是这样 我几乎觉得就是说赖清德时代来临 定于一尊会有西瓜 像这以前我的分析 但是蔡英文出手 非要人参佩 就说他非得出下这个棋了 那当然我访问林俊仙 他很早就预告说是陈建仁 后来也证实是陈建仁 他几率非常非常高 他认为说陈建仁出来 他不可能几个月跑去选总统嘛 总统初选嘛 所以他的分析是这样 但我看到蔡英文下出这个棋子的 这个动作 那个郑文贊 我老记者我会政治解读 但我觉得空间不大 但是他毕竟下出这个棋 大家听懂了吗 譬如说还有很多这个内幕 我今天就不讲了 我的意思是说 他还是下出陈建仁这条题 难免会给大家其他的政治分析 如果你没分析到这个面向 这个可能性这个联想的话 这个文章可能让外界做文章 那就不是老记者了嘛 对不对 那后面是不是讲到并当别人 可是你从这一局内阁人士的摆放 我们就看起手笔嘛 你出手竟然是这样 那你说你血没止住 那民进党有像2020总统大选 那么好的情势吗 我认为并没有 因为我在节目讲过八百次 你这一整年 你都不用去讨论其他的事情 这一整年所有包括内阁要做的事情 包括在野党会提出来的所有东西 都跟2024预约要举行的那场 叫总统大选会有关系 大概所有事情绕着再走 所以你现在就看到说 包括两大阵营之间 民党是不是真的赖清德 定于一针 大部分人觉得会用 那光秦说对最多加个小问号好了 OK 因为如果民党是这样 那国民党也看到内部里面 是不是真的能够很快定出 他们自己的一些游戏规则 可是这就两边之间 一攻一手之间 如果这样来看的话 我觉得廷薇 你刚才讲的 对赖清德来说 他是不是只能坐在那里 屠乎覆乎 这个阳村党主席 就你们做的东西 这里面我当初也插不上什么事 我现在是这个样子吗 应该也不是这么说 因为讲民进党 其实还是要求2024年大胜 不可能说摆着说 我今天为了攻赖清德 然后搞了整个党 然后在2024年失去政权 这不太可能的事情 这基本上内部来讲的话 怎么去协调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对赖清德来讲 他问题在哪里 就是说他一个党主席的空壳 他怎么去跟内阁这边去协调 那个就变成说 他跟小英之间的这种三角 这种三角关系就变得非常复杂 那我也不认为说 这个内阁是派系分赃 因为我看起来来讲的话 还是有一些 我就不认为 如果派系分赃的话 就不会这么排了 因为他基本上 还有很多很多的其他的人 可以摆安插进去 不是说像比如说像刚刚我们提到 像陈其中王美花 或者是等等 那其实还可以帮让其他派系人进去 比如说你像潘范安 潘范安没为止 对不对 那其实我说真的 如果真的要按照派系来分的话 现在也不是分成这个样子 所以在里面 其实还是有一些思考点在里面 只不过我就认为说 那个趋势已定 现在比较麻烦一点 就是说因为2020年 刚好是因为有一个香港事情 香港的反送中事件 所以造成大家会害怕 然后全部的转移到 本来你看韩国瑜选五百多案 其实也不差 但问题是转移到 让小英变成八百多案票 那是一个超高票 比马英九还要高票的嘛 那到2024年 你觉得香港这个事件 还在发生吗 不会但是发生的事情是台海 而且前面发生一个俄乌战争 是然后接下来台海的问题 是不是人民的想法 不再是这么样的 像2020那个时候 没错 就是说因为香港事情 俄乌的事情 跟台海的事情 三个事情完全是不一样 所以就是说民众对这个台海 他会担心 好了那台海担心的时候 那你告诉我怎么做 怎么去避战 怎么去稳定 那你只会说我们强化 强化没有错 强化本来就是避战的一种方法 但是接下来 你看到老共还是要杨威 美国麦卡士还准备是要来 然后到时候 他还是会进行居室演习 然后大家都会跳脚 那这种情况之下 你告诉我怎么办嘛 对不对 这个问题就来 这个内阁要交代清楚 现在问题就是说 内阁只会发现问题 但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这就其实才是这个最大的 老百姓会看在眼里 那所以我还是奉劝 这个新内阁上来说 不只是要提出你知道的 看到了哪些问题点 像佑昌是看到问题点 但问题 佑昌能够解决吗 佑昌能够凭自己一个力量去解决 或是凭一个内政部解决 还是其他所有部位要动起来 那就动起来 怎么动 因为说真的 你说佑昌要去号令其他部位 不可能的事情嘛 那其他部位 那协调的在哪里 还是在国安会 还跑到总统这边来 所以这个问题 你做得好 当然对赖清德是一个 这个等于说是造王者的概念 但是如果你做不好的话 其实很容易 赖清德就很不小心的 就被牺牲掉了 所以阿妙你觉得赖清德 会有刚才廷徽担心 那个不小心被牺牲掉 这几个字吗 我想赖副总统 他现在是副总统 已经是我们国家的公职里面 真的是数一数二 至少有三名 他现在也执政党主席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说他会是这个被摆布 被边缘被牺牲的一个 我个人是不太这么认为 你说已经当到这个位置了 他还很容易被那个 那现在民进党的问题 是在于 2022的选举反映的危机 叫做信任危机 其实我讲过很多次 我认为民进党的危机 就是在信任危机 这四个字 那因为他执政下来 一定有包袱有政绩 执政者都是这样 他就像两个天平 那你在选举的时候 如果说政绩这边 被感受到多一点 你就会赢 可是如果包袱这边被聚焦 哇那你就危险 就是这样子 可是问题是 你要赶快把这个 被设定议题的这个危机 要把他度过去 否则的话 不是说什么赖清德 有没有被牺牲的问题 而是未来赖清德 他要出来说 我是餐厅的主厨了 我要准备出菜了 结果你的菜单 都是被敌人设定的 都是被对手设定的 专门叫你炒 你那不擅长的菜 那你这个主厨很难做